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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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我想先請問一下主席 我們什麼時候從八分鐘 加兩分鐘 我們不是一直都是十分鐘加兩分鐘嗎 那個幾個會期以前 本期都是 十八加 以前都是 你是說只要有你在的時候是八 但是本期以前都是十加二 而且你今天如果要改這個時間 你是不是應該跟我們委員 讓我們知道一下 這個我覺得你要給我們 尊重一下 這個是慣例上 招委來決定你們有意見你們可以 提出來 但是你是這樣我們才看到你才開始講 對不對 你沒有一開始徵詢我們所有委員的意見 我們一直都是十加二 這個 尊重是尊重 但是招委也要尊重我們的 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不要趕著要去選舉了啦 所以會都不開了好不好 那請歡迎 主席很麻煩請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用這個官話 這是北京話給您回答 那也節省時間 主要本期一直都很在意 用這個口譯 是希望說 主委你的回應可以讓你的客家相親 可以聽得懂 所以這個部分是你們自己要去做的功課 主委在委員會裡面 在國會裡面 殿堂的回覆 怎麼樣讓客家相親 聽得懂 看得懂 了解 這是你們的功課啊 那因為本期的母語不是客語 所以我就先暫時用這個教育 給我的這個北京話 來跟您詢問 去年11月6號 本期有質詢您啊 國中母語一小時的必修這個事情 到現在還有什麼結果 你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嗎 跟委員報告 那您提點之後呢 我們曾經發函給教育部 發函以後呢 結果呢 今年是不是要開始實施了 沒有 他們的這個回覆我們呢 因為某些因素的考量 什麼考量什麼因素 會大於你客委會應該要 一直推廣客語的因素嗎 那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 政府呢 整個施政都是一致的 因為 學校的一個課程呢 是教育部的權責 當然我們這個客委會 以我自己的立場呢 跟教育部呢 做反應 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這個 在整個課程裡面呢 能夠固定的 那怎麼做呢 有固定的一個小時 發函了 有沒有回應 教育部怎麼給我們客委會 回應 客委會有比較小函嗎 教育部呢 裡面也有一個 推廣母語的一個委員會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也做了提案 也希望說能夠 讓這個 國中小的 課程裡面 有一個小時的課語 所以目前來講 今年國中母語 一個小時的必修 做不做得到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的意見呢 有充分的反應給教育部 所以今年9月開課 沒有辦法 國中可以講 你們客語一個小 這個母語一個小時的必修 是不是這樣子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所以你沒有達到你的目標嗎 那客語的通行區 這個部分又如何 我們有很多的部分 不是都 這個 上次諮詢的時候 本席在諮詢 你有沒有認真聽啊 本席今天的諮詢 是延續上一次的諮詢 不是突然很跳痛的 你們有要求你們的公務員 要用客語來進行服務嗎 您是說公是客語的部分嗎 對呀 你們在你們的 這個不管是你們的委員會裡面 還有你們去做了那麼多亮點 在那麼多的通行區裡面 那你們有用客語在服務嗎 你們有用客家化去做一些標示 說這個字是什麼嗎 你們做得如何 你們成效如何 請你要用書面給我回覆好不好 是的 好 那這個本席看了你的報告之後 覺得還有一點 你們有一個地方是要表彰客家典範 是不是 頒獎 什麼叫客家典範 客家的典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啊 主委 我們客家典範 我們每兩年都會辦一次 一個是客家終身奉獻獎 一個是客家結束成就獎 你有沒有聽過吳宏祺 你有沒有聽過張七郎 你有聽過楊丁元 楊元丁 你有沒有聽過葉秋木 你都沒有聽過不太熟悉 我剛才講了四個名字 你有沒有 那就是228這個 他們是228的客家人的受難者 而且是很慘烈的 包括張七郎 還是全家 這個父子三人 一起被屠殺的情況 那這樣子他們這幾位 他們有沒有資格變成是客家的典範 你們有沒有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雖然已經過了68年了 但是這個客家的精神是永遠都在的啊 他是為什麼而犧牲 那客委會雖然是後來才成立的 但是你表彰客家典範 你包括吳宏祺大法官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非常就是這個公正的一個法官 這樣子的客家的 客家的這麼優秀的人 有沒有讓客家後代了解他們的歷史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目前的客家貢獻獎 就是以現階段 過去幾年對客家很有貢獻的人 或者是他有傑出表現 那我們分成兩個面 再度的貢獻會比精神來的重要嗎 另外對我們客家先賢先烈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這個收入相關的一些資料 你們應該你們有廣播啊 你們有電視啊 你們透過這些東西做宣傳 宣傳不是說 你覺得那個是過去的事情 那個是一個悲劇 但是他們難道不是悲劇英雄嗎 本期剛才提到這幾位 他們對於整個給客家人的那種 英勇的勇敢的不畏懼的那種精神 沒有讓客家人有 你們沒有把它列入 這個是我看你們的雜誌的啊 我在你們這個客家雜誌第十四期啊 有一篇客家人與228啊 我是去看 我非常的認真在看你們客委會 在做什麼耶 主委 主委 包括我昨天 今天凌晨一點鐘 我上你們客委會的網站 你知道嗎 上面寫著 每日瀏覽人數 他上面給我寫82人 我心裡想說 哇 這個網站 這個今天禮拜 雖然是禮拜天 他只有82個人 但是你知道嗎 那統計數字來講 你們有4700多萬的總瀏覽數 那我就再幫你們算一下 你們從這個網站五年半以來啊 五年半以來呢 你們有4700多萬的瀏覽數 你知道這樣子 一年你們要有八百六十幾萬的瀏覽數 一天要有兩萬三千多份 三千多人瀏覽數 但是我剛才打開來 到現在 四千多人啊 我認為你們這個網站的這個瀏覽數啊 是有誇大之餘啊 因為一天喔 昨天 昨天喔 就這麼少人 所以我不想要跟你看這些數字 你用這些數字 你用這些數字在玩這個文字啦 那本席想問你 你就客家特色產業創新發展計畫 你要強化在先進國家佔GDP相當大部分的教育跟醫療 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樣成就全球客家教育文化中心的長遠計畫 本席上一次已經跟你問過了 你 但是你並沒有回答 你有什麼樣的長遠計畫 不是一致在消耗預算而已啊 不是去弄了兩個園區 這些園區要再花我們多少錢 他們可以自給自足嗎 重要的是客語 客語的推廣 其實到現在為止啊 劉主委 你還是算失敗的 我第一個問題就已經問了你 你對於客語沒有去堅持 一點點啊 一點點的時間啊 你都說這是國家的政策 那你就編入到教育部裡面的客家事務就好啦 客語區就好了嘛 如果你們是平行的對不對 你應該是要據理力爭嘛 雖然已經有客委會了 但是我們的客語其實還是非常的 還是非常的weak啊 非常的微弱啊 那客語不是只有辦活動而已啊 本席耶 在過年的時候也去看了你們 台北市的客家公園啊 為什麼特別把它弄成客家公園 它有什麼特色 我在路邊 我在路上問一些路人假椅啦 就跟他們聊天 他們感受不出來 這個跟客家有什麼關係 它不過就是一個公園 那如果不過就是一個公園 你可以把它弄成像中央公園一樣 漂漂亮亮的 到底什麼樣叫做客家公園 你們想要給大家什麼樣的意象 包括進去在裡面的人服務 其實它應該是不是要用客語來服務 這就是最基本的嘛 聽不懂再來翻譯嘛 可是你們沒有這種概念啊 你們只是不斷的去花錢 然後去做活動 然後客家的文化是什麼 客家人過去以來是怎麼樣的心情 什麼樣的這個努力 不是就是讀書讀這些 中國國民黨給我們的教科書 變成100分 這就是厲害耶 我們過去 我剛才跟你說過 那裡四個人 我只提四個這麼優秀的人而已 主委你都不曉得啊 主委你都很陌生啊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這些您所說的 包括1895年也會戰爭 我們客家這個先烈啊 他們的一個死機 他們對客家的一個貢獻 我想我們在7月底之前 我剛才不是講1895年啊 我剛才跟你講228的時候 包括228裡面 我們都會在這個苗栗園區 我們把它做一個名人堂 你為什麼不在客家電視台去播 去播這個單元劇呢 我們也會跟客台做一些接洽 我們也會 你們不會呢 這是你已經定定的嗎 因為你要表彰客家的精神 這個是很重要的啊 那包括全國的學校 希望講到客語 在學校裡面可以講到客語的 你並沒有因為你是客委會 你去做這個工作啊 你去堅持嘛 對不對 而且他到底回覆你什麼 教育部回覆你什麼 你不能做 不給你做 不能讓你們講客語 那你要抓狂啊 你要抓狂啊 因為你要站在我維護 讓我的客家子弟 我只為他們客家子弟 爭取這麼一個小時 講客語的時間 這是你的責任耶 報委員我會繼續努力 那對於更多的一些鄉鎮啊 我想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這個功課太多啊 對於客家鄉親比較多的鄉鎮 是不是應該你要立主優先去通 優先去要求他 我讓我的子弟可以一個小時嗎 較多的嘛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你可以做得到嗎 你可以去爭取嗎 你可以發函嗎 你可以硬起來嗎 可以我可以繼續這方面去爭取 那你發函了以後你CC給我 好的 好不好 謝謝 請請問燕尾